现在是7月初 今天来欣赏多伦多植物园的几棵日本枫树 对我来说欣赏就是仔细观察 它是怎么长的 长成什么样子了 每次看到它 我都想说毛茸茸的大脑袋 都忍不住要摸一下 这是一棵下垂的日本枫树 它的高度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它的成年尺寸 长高的速度很慢了 主要是下垂 它的颜色英文喜欢叫它purple紫色 咱们中文应该叫它暗红色 而且到了夏天 它的颜色就失去了春天和秋天 那么鲜艳亮丽 但它这么毛茸茸的 憨态可居 是不是觉得特别萌 每次看到它都像我们家的小狗一样 不停的摸个不停 每次看它都要扒开聊开神秘的面纱 看着它的名字 叫没有焦距 这是一个在多人多比较流行耐寒的品种叫 Inabashidari 再来欣赏一下它的枝干 经常有朋友会问刚买的日本风树应该怎么修剪呢 修剪的方法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我的看法就是比如说一个选择就是任其自由生长 像这样没有管它 是不是也有很强的观赏性 也很漂亮 这是另外一棵下垂的日本风树 来看一下它的名字 它叫Green Hornet 这个绿色品种比红色的要矮很多 一种可能是品种不同 另外一个更有可能的是在它生长的时候 有支撑让它尽量的把它往高扶持 然后再下垂 把它培养高以后有个好处就是 日后再修剪 可以把它底下空间修剪出来 放个座位 而这个Di品种呢 如果你要是修剪的话 底下就只能放一个榻榻米了 这一棵日本风树叶子极小 非常neat 而且非常紧凑 有一年死掉一半 然后死掉另外一半 现在空了 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耐寒不够 第二是这里的阳光太少 没有办法 或者说随着周围的植物长大 树荫越来越多 那么没有阳光 没有充足的阳光 它就不够健康 冬天就很难过 难过的不仅仅是它自己 这里还有一棵在夹缝中生存 叶子也是很细小 非常紧密 真是摸不够 这里有一个瀑布 这旁边有另外一个绿色的瀑布 一年一年观察它下垂得越来越厉害 美极了 这种长得像茅草一样的叶子 有一种特别柔软的感觉 比绿色瀑布更美的是红色瀑布 记得往年这一棵是purple暗红色的 今年是亮红 艳红 是不是跟气候有关啊 日本风树真是越老越美 越有韵味 而且可以转着圈的欣赏 而且还可以偷窥 欣赏的不仅仅是红色的叶子 还有它曲曲弯弯的枝干 前面是两棵不同品种的树直的红色日风 现在看上去右边这一棵要红很多吧 再过一个月 左边这一棵几乎就消失不见 是暗红色 而右边这一个更亮更艳 站在树底下你可以发现 这边叶子是艳红艳红 这边是暗的 经常有朋友会问 什么品种的日本风树最红啊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名字吧 它是Emple One Wolf 这下清楚了 还要提醒一下 这个颜色是否鲜艳红 和它品种有关 也和它生长条件有关 据说弱酸的土壤会帮助它更红 怎么能帮助它有弱酸土壤呢 特别像都罗诺这种碱性的土壤 不是用白醋 是用compost 腐质土 再来看一下这个被修剪过 也就是三四年前修剪过的日本风树 看它漂亮的枝干 完全显露出来 这些曲曲弯弯的枝干 是天然长成的 不是人为修剪的 或者说在修剪的时候顺势而为 顺便说一句 在修剪的时候一定要避免春天 因为春天它会流泪 仔细看它修剪的时候 是把向下的枝条剪掉 所以剪出来的效果就是一层一层的 很明显 看看这一颗主要是两大层 再来观察一下它的生长状况 剪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稀稀拉拉的 剩下的枝叶并不茂密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不是和下面种植了很多其他植物 增强水分和营养有关系 这种长青藤Ivy是杀手 要是我的话就把下面全部清空纸铺冒持 再来看一下它的品种叫Garnet 日风也有松散品种 看这个发白的叶子 有点像Sister系列 和红色日风不同 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感觉 这两棵是月亮系列 这是老牌的Aurum Full Moon 观察它们在这里种了很多年了 也是生长不够旺盛 我觉得主要原因和下面的植物有很大关系 这一棵是著名的Shitari Yatsubasa 生长速度极为缓慢 最近几年开始爆发 也许是扎根扎牢了 好了 日本风树就说这么多 你喜欢哪一个品种 欢迎全网搜索石山家 日本风树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 这是养花园艺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